花蓮鲤鱼潤面鸭水舞活动 今年慢入第九年 活动期间一直到11月28号 每周都会推出不同的主题派对 今天的这个鲤鱼潤面鸭 我们展演的是回家的主题 而每一周都有不同的主题 然而每一周的五六日三天 有两天我们都会以璀璨的烟火来迎接大家 水面上巨型潤面鸭 新增株梨猫头鹰造型空飘气球 水舞光影秀结合闪耀灯光 绚丽水舞动感歌曲 带给游客融合艺术 创新的深觉视觉双重饗宴 水舞好看 赞 我来自高雄 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 感觉很新鲜很棒 在地址花铃人 然后我们每年都要带个小孩子 来这边看一看红蜜丫跟水舞 这个可以让大家可以放松心情 今年的烟火水舞都很赞哦 很棒 然后可以来花莲多多走走看看 为了配合振兴五倍券 自己消费及活动在地经济 花莲县政府也办理相关抽奖活动 欢迎民众来疏压旅游 感受精彩的欢乐派对 新唐人亚特电视 杨亚伦张丽 台湾花铃报导